好,下面我们来看C元函数三要数中的最后一个元素 返回值的概念 那么在我们前面的内容中 我们也比较了一下 函数其实就是代码集合 但是它跟普通内存最大的区别 就是不仅具备什么集合的能力 就不仅具备这样连续空间能力 同时在这样的连续空间中 我们必须告诉编辑器它的什么 input和output的能力 那么input很显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是我根据不同的input结果 函数体内部会进行不同的加工 那么不同的加工最后肯定会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相应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在我们的返回值的概念中 就告诉我们函数都执行完它相应的功能过后 那么它会把最后的一点信息交由什么 返回值 然后告诉给我们的上层调用者 所以说其实函数本身天生就通过返回值 是什么的来作为我们乘上起下中起下功能的一种什么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返回值本身就是起下功能 当然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提出一个概念之后 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也说并不是我们说并不是唯一的 也说我们的上层空间希望函数去做点事情对不对 然后最后想得到一个结果 那得到结果的方式呢 我们说返回值肯定没问题 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下 在我们前面讲输入参数指针中的这个地质传递中 我们提供有三个功能 其中修改和空间修改 这两个功能是不是恰好能完成我们的什么 指空间向上层空间提供一种什么反向修改能力呢 对不对 所以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乘上起下中起下功能其实有两大表现形式 一种是返回值返回值类型 一种是我们输入参数的什么地质传递 所以说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说我们想设计一样的设计一个函数 它能帮我们做个事情 而做的事情中可能要最后要把一定的结果 或者一定信息反向的告诉给什么 上层空间对不对 因为你不能光干 干完之后你要告诉我个结果对不对 那么我们有两种思路来设计这样的函数 一种是通过返回值告诉我 另外一种是通过输入参数的地址 进行这样的传递 那么这样的话也能完成我们所需要的一种需求 当然这种需求 我们后面的题目的讲解过程中 你可能会发现 返回值和输入参数的传递 它有一定的规律 那么以后我们会灵活的去使用它 那么其实在设计函数中就应该是比较得心应手了 好 所以说对于返回值我们先基本了解到这 那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语法 那么函数返回值呢 它的语法上表现形式上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来说还是一样 它的核心就是函数名称 函数名称呢 我们是需要进行修饰它的 通过圆括号 然后跟一个什么呢 叫做输入列表 对吧 输入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呢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时餐或行餐表现形式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修饰函数的第一个输入 输入问题 然后函数名称的什么 左边 那么跟我们什么 返回类型 返回类型 那么根据这个返回类型来修饰什么 函数的output 这样一种什么功能 那么这就是我们函数列表中 函数基本语法中的返回类型的一种形式 那么当然呢 这个返回形式呢 该如何的返回呢 实际上我们在c元关键字中呢 只有一个唯一的关键字叫什么 叫return 然后return干什么 return的后面跟什么 我们将要返回的信息 给我们的什么 output这样一个值 然后把这个值给了这个函数的output的这个空间过后呢 那么再有什么 我们的调用者看我们用不用 所以说对于返回类型呢 看来它一样的也需要考虑什么 两个对象 就是一个是我们的什么 调用者 调用者 一个是什么 被调者 还是一样的 被调者 怎么理解 首先来看 比如说我调用者是这样写程序的 fun 括号没了 那很显然 fun中呢 它对于我们的返回值 并没有人为的用等号进行一个什么 接收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指函数中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我们的指函数 其实具备什么 相当于形参 也就是形参列表 然后有一个时参 时参 那一会儿我们会说这个返回类型呢 一般是一个 一种 然后一个 那么一个返回类型 那么这个返回类型呢 在我们函数消失过后 它会帮我们把这个值进行更新 也通过return进行更新 那么return更新的时候呢 可能怎么的 这个值到底有没有传给我们的调用者呢 那这个我们就要看 如果调用者的代码中 没有用等号接收它 也说我在这个地方去调用 然后它执行完了过后 我在返回的时候 如果我这个地方不再开辟一个盒子 去什么 去接收它 有等号的左边 接收它 那么我们说这个圆圈就怎么的 相当于它的值 对于上层来说 它怎么的 就不关心 不关心也说 你这返回什么 它是不是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具体上层知不知道 必须在我们的调用者中 要保证什么 它一定要能接收到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加等号 那这个很显然 你就是相当于没有 调用者根本就不想通过 这个output 也就是返回值的这种方式 去取得下层的一些状态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那如果要取得 那么最典型的写法怎么的 就是我们用一个变量 去接收它 那么这样的话 它函数空间 函数值函数空间 我们说它本身函数返回过后 是不是要消失掉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a就变成了什么 函数最后的那个信息的什么 一个保存者了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没有写a 没有写a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函数的返回值 也就相当在系统中怎么的 就消失掉了 你再找就找不回来了 所以说函数返回值 其实它的生存周期也很短 就是函数返回了一刹那 如果你的调用者不想接收 好了 那就没了 那就没有了 其实 当然这个 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理解 或者说我们也应该这样来做 但是如果说以后 我们学的会编的深入 当然我们肯定还是可以有办法 把这样的返回值 还是能找到 但这个并不符合 并符合我们正常的程序流程 就是说这个属于一种投取取巧的办法 好 这个我们先提到这 下面往下看 那背调者该怎么做呢 背调者就非常简单 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实现 实现的过程 然后只是说这个实现中 我们需要考虑实现的最后的代码中 有那么一个什么 Return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给它返回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number就会在我们等号的这边就起作用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要没写 那么number随之也就消失 如果写 那自然而然就把number怎么 负给这个A 所以这样来看 那么我们在函数的返回值 其实也涉及到一个什么 指函数 也就是函数体内的Return的这个值 那么最终 最终是怎么给到A的呢 那么我们说它的思路 仍然是两个字 叫什么 拷贝 好了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 我们下面还是通过一些基本的例子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实际现象 我们重点还是理解拷贝 所谓拷贝就是Return什么 我想收什么 那是我的事 对不对 但是你想传什么 也是你的事 但是我们不管怎么传 怎么收 最终就是拷贝的概念 好 好我们看这样一个事先写好的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呢 就是说我现在设计了一个函数 我们不管它input 因为现在不研究它了 我们只研究这个output了 那output呢 我们说output跟什么人最轻呢 就跟这个Return最轻 就说Return后面是什么 它就给你什么 就这个意思 那Return可以是什么呢 我们说跟我们函数输入参数是一样的 这个就相当于实实在在的东西 你要给个实在的东西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样的值怎么的 去传递给什么 这样的int 然后去在我们的被调用者中 怎么去执行 比如说我们这个函数返回是个int 那么我们的调用者中就应该怎么的 是不是申请一个int空间 比如说我们的Ret空间 然后Ret干什么 等于是不是fun 看没有 就说我们要想取得函数的返回值 那么必须在什么 调用者中用等号去接收它 等号去接收它 然后接收到这个空间就行了 那么当然这个接收是怎么接收的 其实我们说还是一个道理 拷贝 拷贝的概念 这个拷贝呢 由于体系结构不同 它可能每个体系不太一样 但是像arm的话 它可能会约定某一个寄存器 作为我们大家的一个什么 一个中心节点 这个都没关系 但是我们理解到 反正最终的目的 是把这个实实在在的return的东西 然后通过这个等号去接收 当然你不写等号 那自然而然这个东西 肯定在还在 但是怎么的 是不是上层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说函数一旦返回 执行这句话过后 唯一还能有一点点信息材 就是靠它 如果你连这个等号都不写 那么这个空间随之也就这么的 也就消失掉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函数返回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它的信息量 其实就这么点 不管你前面做什么东西 就看return return谁 它就返回谁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接着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ret打出来 你可以看看它的一个简单的效果 ret 还是一样 我们用百分之s看 好吧 因为本身我传的就是一个什么 石榴进制 好 那么ret 所以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拷贝的概念 好 build一下 你看就是一二三 对吧 就一二三 没有任何问题 那当然很多同学就说 既然拷贝我们原来也说过 拷贝 那假设说这样 我这个地方很显然是一个 就是32bit的数 一个四字节 对吧 但是我由于不小心 我这个考 我在写声明的时候 就告诉他 我不想要那么多个 对吧 我只想要八个bit 一个字节 那这样的还是声明 那么我们虽然用32和字去搜 但实际上搜这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拷贝 记住 你声明成岔 那也说他只管谁 只管他的什么 第八个bit 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 但是最终 我是不是收 只收这么八个bit 一个字节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如果改成chr过后 那我们的返回值是多少 那顾名思义 很显然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什么 二三了 对不对 因为他只管第八位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 不管你用什么盒子来收 但是最终来说 他只管什么 第八个bit 所以其实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个拷贝的概念 拷贝的概念 好 同样他也肯定会告你一些警告 没关系 我们build一下 你还是23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当然既然是拷贝 那我肯定可以拷值 肯定是不是也可以拷什么 指针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咱们的基本变量类型 比如说我定一个int a等于比如0s100 对不对 然后我这儿去return a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我这儿改过来 好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打印的结果就变成什么 100了 对不对 100了 好 那么所以这个都比较基础 比较基础的 那么我们给大家感觉就是一个拷贝 那你想既然能拷贝 能这个return a 那么a是个变量 那只要是变量是不是都可以return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说变量有很多种 比如int算一种 chr算一种 什么shut算一种 对不对 那我们的int心算不算 比如int心p 我们让它等于一个 比如说这样吧 咱们先取一个a的地址 好吧 然后这个p能不能传回去 记住 是心p还是p 记住p是不是就是地址 对不对 而心p不行 心p是不是里面的内容了 对不对 那就那变成int了 是不是 所以p我们看指针怎么传 我们说一样的 指针传它也是一个拷贝过程 虽然说我们这个函数声明上 没有告诉指针 没有告诉地址 但是我们这个p是不是32比特的 它同时考进去 是不是也考了32比特给它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 好 你看是不是还是一个比较 反而像地址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不对 好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可以理解到 原来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return跟返回值之间的一个什么 数据的一一拷贝的感觉 一一拷贝 然后拷贝的最后的结果 一定要通过我们调用者的等号 然后把什么 把这样的返回值给它接收到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函数的返回值的一个基本概念 同样的return的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是整形长量 也可以是变量 然后变量中呢 它既可以是什么 普通的变量 是不是也可以是我们指针变量 对不对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有些东西说 那么这个空间 因为我原来也说过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 不小心写成了一个数组 数组 比如说buffer 10个 假设这样 那你说我return的时候 能不能return buffer10呢 就是说把整个数组空间 给return回去 行不行 很显然这没办法做 为啥呢 因为你看 你虽然buffer是数组 但是这编辑系告诉 第一次告诉buffer是数组 这没问题 但第二次在用buffer的时候 我们说是不是它以它的门番号 偏移十个单位而已 也说它实际上是不是只是一个值而已 有return最终还是值 对不对 但比如说那没办法 那我buffer行不行 好 那大家注意 buffer是什么 buffer是不是函数的什么 那个门番 这个连续空间的什么标签 所谓连续空间标签 不就是什么 守地址吗 所以说总的来说 在函数返回过程中 我们能不能返回数组 没办法 根本没有这个语法 反都反不回数组空间 只能返成什么 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地址 返回我们的地址 所以对于我们的函数的基本语法中 我们也要注意 它的返回类型 它的返回类型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 想象的任意类型 它是具备什么 它实际上是具备两种类型 一种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基本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 比如我们的int chr 对不对 然后第二种就是什么 指针类型 当然指针类型 更多的时候是只代表什么 空间了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返回数组 数组行不行 不行 所以这个要注意 所以这是我们返回类型 同时返回类型有几个 是不是只有一个 没办法 你不能返回多个 返回多个怎么办 那么后面我们来看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基本语法 基本语法